新生公园内的台北玫瑰园全年花艺盎然 在疫情期间公园处员工及志工队 仍持续在列阳下悉心呵护园区的花朵 希望让大家欣赏到最美的花海美景 近日盛开的昼夜玫瑰和附色玫瑰奥菲 是夏季独有的亮点花种 欢迎民众来赏花 我现在为您介绍的是Begosa 它的菁有非常多的刺 它的页面有皱褶 开完花之后会开出鲜艳的果实 请各位有空的时候可以到花海去这边 练情欣赏玉种家居 那这个品种是奥菲欧 它是牧村着工的作品 但现在在夏季的话是开得很漂亮 那牧村着工的作品在台湾 尤其是夏季的时候也是会开非常多的花 那也希望各位游客来这边可以快乐 欣赏这些玫瑰花 台北玫瑰园有超过700种5000株 来自世界各地的玫瑰 五彩缤纷的颜色吸引目光 在微解封的时刻若还不敢到室内场所 不妨来户外走动 可以追踪台北玫瑰园FB 查询最新花矿 公车运输及假日活动资讯等 享受花海的洗礼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对着花海的洗礼 对着花一代 对着花开 我提供了 花花费 对着花几度 你不能让你比较好 我不在买